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你知道不知道 圣诞老公公的家乡在哪里呢 在芬兰喔 哇 那么听说 在芬兰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会吃一种很特殊的食物 叫做圣诞粥 然后会把这个其中有一碗 放一颗杏仁 要是谁吃到了那一碗 他就是今年的Lucky Man 好 那么我们今天 北欧料理达人谢一新师傅 就要教我们大家一起来 制作圣诞粥 这个圣诞粥啊 平常日子也是可以吃的 到底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一起跟着 谢一新师傅来学学看咯 我很期待 要跟着我们谢一新师傅 学这个圣诞粥 那么这本是你的食谱 但是上面呢有介绍 北欧有四个国 五个国 五个国 对 有瑞典 芬兰 丹麦 挪威跟冰岛 光天就知道那里好冷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 是芬兰 对 真的很有圣诞节的感觉 然后这个真的有迷路 然后我在看上面有这个人文介绍 一半国家是森林和湖泊 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的个性是 很少跟人说话 为什么 好像有点像宜兰人那样子 就是 对哦 外面内乐 对 那所以他们的那个 宜兰人做的那个高渣 就是说 外面看起来是冰冰凉凉 然后咬下来 很烫 这个芬兰人就这样 对他们也是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样跟人 就是很少用语言上互动 所以他们就受到了一个 圣诞老公公 非常nice 然后主动的跟人家 吼吼吼吼吼吼 对啊 还有前一阵子还蛮流行的 憤怒鸟 也是他们的发炎地 也是他们设计的 他们好压抑哦 哈哈哈哈 好 那么我们就边坐边聊 好 OK 圣诞猪 听起来应该是有一种 五彩缤纷的感觉 其实它是圣诞甜粥 平常也是他们 烦烦的甜点 对 然后为什么会圣诞粥 其实他们在节庆的时候 会吃这道粥啊 妈妈会在碗里面 偷偷放一个杏仁 那如果吃到的话 吃到那个性能的话 就可以许一个愿望 那像就像我们中国人吃水饺 水饺里面会包金币 如果吃到一个金币 就是整年度都会很好运的意思 一样 哦 所以你看都会有这种 很吉祥的饮食 我们大家来学习 好 我们先来等一下 先来让大家看一下 要准备基本的这个材料 跟调味料有什么 好 芬兰圣诞粥 材料有白饭300公克 牛奶350cc 芒果干50公克 杏桃干150公克 蔓越莓干50公克 肉桂一枝 蔓越莓枝300cc 黑醋荔枝30cc 覆盆莓30公克 蓝莓30公克 苹果半颗 草莓三颗 玉米粉10克 杏仁适量 薄荷叶适量 调味料有 二砂糖25克 奶油15克 盐少许 哇天哪 看起来就是很棒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 本身就比较寒冷 尤其是到圣诞节的话 新鲜的蔬果 应该在地的已经没什么了 对都会有一些干果类的东西 所以就是比较用干果类 对对对 像干果类 那像这个草莓是我刚刚放下去的 这个是我们台湾冬天的盛产的草莓 对其实也可以搭配的使用这样子 如果我们是在台湾做这个圣诞之后 我们可以用当地新鲜的水果 当地新鲜水果 像莓果类的东西都可以 也当用台湾蜜饯 对啊像台湾蜜饯 像芒果干这个都可以 芒果干跟那个杏桃干 我们稍微帮它切块 或是用剪刀剪都可以 然后我们用蔓越莓汁去发泡它 就是先泡一下 等一下再煮的过程啊 它可以缩短时间 你是说让它的那个回软 对不对 对回软 因为它其实有腌制 有风干过嘛 对不对 那我们让它回软之后再来煮 风味会比较容易呈现出来 那味道也会比较好 你为什么会做芬兰的圣诞酒 你有去过吗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其实都住在北欧那边 然后像我们公司也有很多的客人啊 都是刚好在我们在海线地区有做一些那个火力八电厂 或是风车 那他们都会聘请瑞典啊挪威的人来做工程师 所以他们是来台湾工作的 对 所以你们公司是在那个 海线 所以就 沙路 沙路那边 所以就很自然地跟他们就做了朋友 那北欧的料理像这种圣诞酒食听他们说的吗 他们的老婆 他们也带着家眷来 对带着家眷来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分享他们那边的一些餐点 比如说他们餐后的甜点啊 或是一些像开胖式的三明治 那我们三明治一般都是夹着吃嘛 对 就是一层层的料跟面包 对 他们开胖式的三明治就是用全麦的面包 或是黑麦的面包做底 然后上面再放一些料这样子 其实我们也要了解到 因为在那么寒冷的国家里面 他们自己本身如果要种植蔬菜水果 确实是蛮大的困难 所以他们会以海鲜为主食 对 以海鲜 像我们会就是很多的海鲜 或是圆烟制品 对 对 对 腌制品 对 所以能够在台湾吃素的人 尤其在可以买到很多新鲜蔬菜水果 能够吃素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地方 对 其实台湾是很多物产风雨的地方 现在我们蔓越莓也放回去 对 然后刚刚切的杏桃也放下去泡了 对对 然后蔓越莓也放下去泡 全部给它 对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子等于回软要泡多久时间 大概要泡20分钟 是半个小时 好 那我来帮它拌拌 好漂亮喔 光是这个蔓越莓芝的颜色就很好 那我这边有苹果耶 那边也可以用到苹果吗 有 有 它们也有苹果 也可以喔 好 最后其实苹果也可以下去熬 因为苹果有胶质 对 那因为如果用苹果下去熬的话 其实就不用再用一些玉米粉下去做铸 喔 真的喔 那好 我也可以提供一下 对 好 好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先把它浸泡 如果说我们是在台湾的话 芒果干 杏桃干 蔓越莓干 都非常非常容易取得 对 就我们尽量还是照他们传统会用的食材来做 会比较有那个感觉 好 对不对 再来就是浸泡的时候 大概二十分钟嘛 对不对 浸泡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下去熬 那如果你不要泡太久的话 你可以慢慢小火让它熬 熬久一点都可以 好 就所以现在就可以熬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就 哦 你完全用蔓越莓汁 对 它熬完以后等一下的那个风味会不同吗 会 会比较 它把所有的那个 像蔓越莓 杏桃 还有芒果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加一根的那个 肉桂棒 肉桂棒 就是 对 好 它Bugino的那个肉桂棒 给它增加一些风味 对 然后再加 再加什么 这是黑醋荔枝 黑醋荔枝喔 黑醋荔枝 好 我现在来吃一个这个叫做 还没有泡透的 杏桃跟蔓越莓 我来试试看 好 加上黑醋荔枝 对 再加上黑醋荔枝 黑醋荔枝我们这里好买吗 可以 还蛮好买的 就在一些比较百货公司的超市 其实都买得到 酸酸甜甜的 好有吃 酸酸甜甜的 好 现在是吃的是这个口感就是 还是原味那个杏桃干的味道 等一下我们再吃看是会不会变 好 那 通常我在煮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让它有带一点颗粒 所以我不会熬煮太久的时间 所以到最后我如果它不够融稠的话 我会加一些玉米淀粉下去调它 所以这个是水果汤 对 水果汤 对不对 对 水果汤 他们那些妈妈们说他们会熬很久吗 他们也比较喜欢吃有一点颗粒的 对啦 对 他们最后会再加一些新鲜的水果 或是像他们的那个覆盆美 富本质 这是新鲜的吗 对 新鲜的 它有附有那个黄金水果之称 这个其实现在很好买耶 对 现在很好买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超市都会买得到 好 然后这个是不知道 它有含有维生素A跟C 然后它其实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 跟心血管疾病 生生甜甜的 看起来跟 你看看起来跟草莓有没有一点点像 跟草莓有点像 对 它都是梅类 梅果类的东西 梅果类的 对 有点像 好 那这个就酸了吧 这个现在也不会很酸 也是带甜的 那是蓝莓 好甜 很甜 对 现在的蓝莓就越来越甜 香甜 好 那我们让它熬煮对不对 对 我们再来煮一个甜粥 你也吃粥耶 是吃米饭吗 对 其实基本上他们 如果没有放莓果的话 单纯就是煮一个牛奶粥 然后要吃的时候上面再撒一些糖 就是单纯这样子吃而已 就跟我们吃牛奶麦片一样 对 它们有吃米饭 还是麦片 跟面包为主 好 这个是牛奶 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想到说 会用白饭 它用米来做 对 用米来做 我一直以为是会是用麦片做 麦片或米都可以 大部分都是用米 比较特别 他们正同是用米 还是会用米 对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剩下的白米饭来做 它的时间会比较缩短 对 那如果你又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用白米来做 熬粥 对 熬粥 其实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用白饭做都可以吗 对 其实它可以要吃到 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用熬粥去 就又不是煮潮粥粥对不对 对 它们是全部是用牛奶吗 它们是全部都用牛奶 然后它最后会再加一些奶油跟糖去拌 那一般来讲 它们那边都是用细砂 那我用我们的二砂来拌 它会更浓郁 其实那个地方很冷 吃一点这样子的粥 是可以让身体暖和一些 对 那这个莓果酱汁啊 像我们做起来冰冰箱 其实它可以放到差不多两个礼拜 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说我们吃冰淇淋 它拿出来再淋一些这个酱汁来吃 或是吃松饼都可以 很棒 所以它最后会变成浓浓的 对 如果你要让它熬煮时间久一点的话 它其实会变很浓稠 那如果熬煮时间比较久 当然相对它的颗粒就比较软 对 那如果你不要让它熬煮那么久 我们其实就是用玉米淀粉下去勾芡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说如果说是这样 我们如果不用玉米淀粉勾芡的话 我们用苹果的话 它是可以变成有果胶 对 那也是这个时候放下去吗 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下去了 你来提供一下 那我们要切小小吗 苹果 可以就切小丁 跟我们的莓果的一样的 就是像这样小小丁吗 对 小小丁 那个不一定要很整齐的对不对 对 不一定要很整齐的 这个很有趣耶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们说 这个圣诞粥就是一定是圣诞节吃吗 没有 他们平常就在吃的 所以干嘛要叫圣诞粥呢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节庆的时候 他真的会放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偷偷放 他就是说平常 像我们平常也会吃水饺啊 对 就是到了那一天 你们有暗藏闲击 对 暗藏闲击 所以就因为肠料保在里面 他们是可以徐一个愿望这样子 其实好好玩喔 那我们下次就可以 看那个什么小朋友生日的时候 我们开个party 然后放一点什么东西在里面 让所有参与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 对 对不对 你看这个肉桂的香气 其实已经慢慢的出来 那如果你不喜欢吃肉桂的话 其实也可以省虚掉 没关系 其实肉桂棒跟肉桂粉有差别 对不对 对 有差别 其实肉桂棒它的香气会比较足够 所以现在我闻到的是一种甜肉桂的味道 对 甜肉桂的最大 对 那么如果说是你完全不喜欢 你就干脆算了 不要放 那到最后喜欢的人加点 再去撒一些肉桂粉就好 好 真的 确实 我像这样子我提供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够多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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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叫做现场加料 对 好 但是熬煮的时间还是要很久 要久一点对不对 对 好 因为如果说像你刚刚在讲的 加上了苹果之后 我们要让它天然浓稠的话 就是凹久一点 对 差不多要将近一个小时 它才会稠 才会稠 那个苹果的果胶才会释放出来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吃颗粒 甚至也吃到苹果的 咯啦咯啦咯啦的 那就我们等一下用玉米粉水勾起 对 好 那这样子了解了 好 好 我们看看这个中 哇 对 它慢慢的就是米粒会吸入牛奶 对对 那我们再收干一点 好 那么我相信在分南那个地方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喝奶 对不对 那偏偏到了台湾的话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对奶的 那个不适应或者不喝 那怎么办 我建议可以加那个豆浆 其实你如果加了二砂的话 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 对 差不多 其实二砂的味道它很重 那不会有落差很大 诶 奶粉可以试试看 诶 好 对奶不适应的人就来试豆浆 好 原味豆浆喔 好 然后再加二砂 一直感觉上漂亮 所以用冬浆煮起来也是这样白白的 它会比较黄一点点 偏黄一点 对 偏黄一点 这二砂因为有颜色 下去应该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对 你现在二砂倒下去这个 这个奶粥 已经不会这么奶白了 对 不会那么奶白了 对 感觉上好想吃一口 好 来 二砂加下去了 来 大概两大匙 好 这个甜度可以自己调 可以 有的时候他们这个粥里面 不会加糖 因为这里面已经有带甜分了 对 对 对 那个果胶里面 它就会有自然的甜味 对 好 那我们也是自己来决定 然后 再加奶油 奶油的话 可以增加香气 增加香气 可以增加你自己要加的量 好 同样的 如果说它不喝牛奶 然后也不吃奶油 那用豆浆代替的话 这个可以省略掉了 可不可以加椰子油 椰子油的话 有一种香气 可以 喝不喝 我觉得也可以 对 但是不用太多 好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要不要试试看看 哎呀 就是说是这个叫做 轰轰轰轰轰轰 这个是原味的 对 它吃起来还有一点点的颗粒 嗯 对 所以不是熬成潮州州 那个广东州的感觉 而是有颗粒 有是有颗粒 就像我们台湾人那样 有颗粒的差不多 对对对 台湾人还颗粒的 嗯 有在芬蘭的感觉吗 有 那个 幸福的感觉 光是 光是这样耶 还没有 还没有加上它的那个水果 香香连连的 嗯 好 没有想到这么好吃 等一下再淋上莓果 好 要加玉米粉 你看其实它的胶子 就已经有慢慢的出来了 有没有 因为是苹果的东西 对 苹果跟它里面的莓果也有 带一点胶子 对 你可以一直熬 熬到它变稠的 你就可以不用那个勾芡 但是其实我们都要吃 像果酱了 对 要吃到有颗粒的感觉 所以通常我都不会 让它熬煮太久的时间 好 好 就是要有口感 对 好 这其实肉桂这样煮起来 已经没有什么很浓的肉桂的那个味道 但是有一点特殊的香气 嗯 然后刚刚那个是 粥是你有加一点点盐分嘛 对不对 对 那我现在再加一点点的盐 解膩 解膩 好 对 会更不同 好 好 这样好细 好好 这样一口下去就已经觉得说 有圣诞 圣诞节的幸福感 有圣诞节的幸福感 嗯 来 加一点玉米粉 然后 增加它的稠度跟它的亮度 然后 要很浓吗 不用 不用 就是要有那种光泽的面圈好了 好棒喔 所以其他的新鲜水果是后半喔 对 然后新鲜水果的话 其实我会 斟酌的先放一些下去煮 好 然后一些是点缀在外面 哦 那 斟酌放下去煮会 只要稍微煮一下就好了 那那吸它的味道吗 对 吸它的味道 好香喔 嗯 对 那其他的像如果我们用草莓的话 我们就是等一下再来 再来放是不是 对 最后再放 对 哦 好 太棒了 好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你现在要来准备全盘 再来我们来盛盘 对 哎呀 我好开心 我今天有提供草莓和苹果 哈哈 你觉得台湾还有什么水果可以放 放你就很棒了 水蜜桃 杏桃 好 都可以 新鲜的吗 对 新鲜的都可以 嗯 哦 好耶 好 OK 好 来 好 来 再来我们来盛盘 好 所以 也是要有一个有feu的盘子吗 哇 这个就是放后的甜点 对 放后的甜点 所以入很多 只剩自己的那个 点心 点心 让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哦 哇 哇 天哪 对 好 我们最后呢 好 再点缀一些 自己再点缀一点点 新鲜的 新鲜的 覆盆子 覆盆子 哦 好 然后再加上草莓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喔 嗯 好 就是 好 可以保留那个绿色的地 地头 让它摆在旁边 然后再放 好 最后再淋一些酱 要坚果吗 要 要 我们要整年都好运嘛 所以 对啦 你的意思是说 妈妈会在这个里面塞一个什么 不一样的 对 在粥里面塞一个坚果 让它去知道 跟外面的不一样的 对啊 然后 外面的坚果跟里面的要有区隔 这样才知道 谁是最幸运的哦 嗯嗯 哦 他们可能不一定 因为年四季都有薄荷 对 他们如果煮这个的话 其实他们会把 冬天 对 如果夏天的话 他们会把那个 薄荷叶切丝 一起放下去煮 哦 所以再带一点那种薄荷的香气 夏天的时候 对 好 哎呦好期待哦 好 再点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很有圣诞节的feel 有 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吧 芬兰圣诞粥 做法是将芒果干 杏桃干 切块 与蔓越莓干 一起浸泡 蔓越莓汁20分钟 接着全部倒入锅中 再加入肉桂 黑醋荔枝 用小火煮约20分钟之后 倒入玉米粉水勾芡 再将少许的覆盆梅 蓝莓入锅略煮 成为水果汤来备用 另一锅中倒入牛奶白饭 用小火煮约10分钟 再加入糖 奶油 盐 拌煮至浓稠状之后 起锅摆盘 接着淋上一大匙的水果汤 再摆上 覆盆梅 蓝莓 草莓 杏仁 薄荷叶 就可以了 哇真的是五彩冰粉 然后呢 这个如果说是 在家里吃的话 妈妈为了要给家人惊喜 绝对是要帮大家填好 对 帮大家填好 绝对不能够自己来喔 因为你面有宝物 对 好 然后呢就这样 一口下去 我刚刚吃的就是只有吃牛奶粥而已 对不对 然后 好好吃 因为它是酸甜的 可是你并没有放柠檬啊 就是单纯用莓果的酸 还有一些蜜餞的酸 都会释放出它的酸度出来 蔓越莓的汁嘛 对不对 蔓越莓的汁 哦 那个酸的味道 就是那种酸甜的味道 完全是跟柠檬是不一样的 然后 它就可以中和了这个 奶的那个味道 对不对 对 很棒 而且像这样子喔 我们看到了喔 它就像是果酱 嗯 像果酱一样 它就可以吃冰淇淋 松饼 对 吃冰淇淋 松饼啊 或是像一些果子类的东西 也可以去搅拌也没关系 对 对呀 蛋糕啊 饼干啊 全部都可以用它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话呢 就是 你还可以吃到坚果 当然 可以许一个愿望 可以许一个愿望 你是什么愿望 我们吃到的坚果 它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就用这样的运气好呢 来祝福所有全天下的人 每个人都平安快乐又健康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们最要感谢就是 信音师傅 帮我们今天认识了 这个就叫做 健康北欧菜 圣诞田舟 对 圣诞田舟 好 感恩你 感恩 谢谢 好好吃喔 幸福喔 甚至类 能吃什么 像不prof角度 怪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